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我們今天一起來看一個超級酷的 哈利波特世界地圖 那這個是由一群Simmer合作 共同做出來的一個地圖啊 它是把遊戲裡的溫燈堡 改變成哈利波特風格的地圖 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地圖的樣貌都不一樣了 是不是,真的超級酷的 我們甚至還有這個火車 通往霍格華茲的 真的太酷了 那我們就馬上一起來試玩看看吧 那希望大家喜歡看我介紹這種新奇的地圖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很大的鼓勵 非常的感謝你支持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哈利波特的世界地圖 真的超酷的 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樣了 像這裡,有這個霍格華茲 這個學校嘛 裡面還有不同教授耶 史內普 這個鄧布利多 對吧 那哈利波特的電影 我有看過,好像每一集都有看過吧 不過因為是蠻久以前看的 所以詳細劇情有點忘了 然後這個 歐假奎蒂奇的地方 也太酷了吧 奎蒂奇公園 還有呢 這個是阿茲卡辦嗎 好像是 還有海格耶 海格跟他的狗狗耶 這個 哈利波特 妙麗榮 讓我想到阿 我們之前的魔法世界迷你系列 我也捏了三個人物嘛 也捏了哈利 然後榮恩 妙麗三劍克來玩 突然就好懷念阿 所以這個地方是宿舍的感覺嗎 有點像 我們等一下給進去看 然後這裡 喔還有這個魔法部耶 魔法總部 跟這個 這個是House of Parliament 就是國會大廈 大笨鐘阿 說到大笨鐘阿 說到大笨鐘阿 我以前有蓋過一個 那個倫敦大笨鐘 滿久以前蓋的一個建築物 然後這個是 King's Cross耶 國王十字站 這個是倫敦一個很有名的一個 轉運站阿 非常大的一個火車站阿 地鐵站連在一起的 酷耶 他們這都弄出來了 好想去看看喔 還有這個是Tom Riddle 他不是佛蒂摩嗎 我記得他是跟佛蒂摩的關聯對吧 詳細有點忘了 因為電影真的是滿久以前看的 然後這個 鳳凰嗎 還有什麼 喔還有這個耶 有斜角像 而且他是零售店可以購物的 也太期待了吧 還有這個酒吧 這個呢 也是購物的地方 這個也是 我們還有 喔我們還有這個耶 這個是SPA水牢中心 跟這個地金的那個銀行 對吧 大家記得的話 好像第一集的時候吧 那個海狗帶哈利去那個地金銀行 來領他爸媽 都給他遺產 哼 這個有什麼 佛蒂摩 不行 不應該講的 那個不能被說出名字的那位 欸 跟佛蒂摩一起住那個誰啊 我也忘記了 那位金髮的胡鬚大叔 誰啊 有些人物就不太確定 喔 馬芬他們家 然後這個是榮恩他們家 有榮恩的爸媽 還有他的兄弟姐妹嘛 對吧 好那麼用這個哈利波特家庭 來一起逛這個世界吧 那對了 我會把這個地圖的下載連結 放在影片接這裡 所以說如果對這個地圖清楚的話 也可以下載來跟我一起玩 哇 這個房子也太酷了吧 有一種小社區的感覺 非常的魔法 非常的奇幻啊 雖然說我不只確定這個地方叫什麼 可超酷的 感覺很魔法風格 這邊還有火車頭欸 真的欸 所以這個地方 該不會是火車乾倒打的地方吧 是這樣嗎 我有點忘了 說到火車啊 我突然想到 剛剛地圖縮圖那裡 不是有看到火車嗎 目前好像沒有看到 所以看到那個火車只是一個圖樣而已 讓我們想像的 並沒有真的出現 對 因為目前看到的溫登堡 還是原本的樣子 這個不是霍格華茲城堡嗎 太像了吧 超酷的欸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詳細逛 我們先來看我們家的這一棟 果然非常的商店街的感覺啊 哇 這個是糖果店嗎 感覺像糖果店欸 超級可愛的 有這個吹泡泡的地方 哇 還有這個欸 有大寶寶 再來隔壁什麼 隔壁是甜品店嗎 天啊我想吃了 肚子餓了 超可愛的甜品店 這感覺像是書店嗎 對 書店風 酷欸 賣什麼東西 感覺像是賣什麼小玩具嗎 超多粉彩茶葉 怎麼就會可愛啊 這個有樓上欸 這感覺像糖果店欸 是吧 那隔壁這間 這是占卜的房間嗎 對 占卜室的感覺 我還有這個女神 女神雕像啊 然後二樓呢 也是占卜的房間 魔法室 然後隔壁這裡 是賣什麼魔藥嗎 喔對這個大鍋 可以煮一些藥水的 真的很有特色啊 不過我們要住哪裡啊 目前感覺可以住也 好像只有這一棟啊 喔這邊是賣植物的欸 好再來 右邊呢 這個是酒吧嗎 樓上呢 酒吧二樓 有一些廁所 隔壁這個是工作室的感覺 喔 這個是類似當鋪的概念嗎 銀行的感覺 這個idea很好欸 把這個放在中間 對啊 真是有當鋪的感覺 然後旁邊海邊這裡 這個是奎迪奇 奎迪奇公園 哇 這個還原度真的超高的 超酷的 這邊還有椅子 可以坐在這裡觀賽 然後還有這個鏡球的圈圈 對啊 好逼真喔 映著這個海景 風景超美啊 那這個是海閣的小屋 長得也非常像電影裡面那個樣子 好感覺喔 我還有這個稻草人 好那我想我們去逛一下這個重點的霍格華茲城堡好了 超美的 我們過來這一逛 我感覺啊 逛這個地圖有一種在回味電影的感覺 讓我想回去把電影拿出來看一下了 因為剛好都忘記劇情了 其實之前那個魔法包出的時候啊 我有去回味第一集跟第二集 對啊 不過還沒有看完 哇我們來到這個城堡 感覺好壯觀啊 然後我們的哈拉跟妙麗好榮恩 從這石頭裡面蹦出來嗎 有點好笑啊 喔從這裡上去啊 酷耶 這邊好煽動耶 不過因為這個地段有點大 非常大然後很複雜 所以說有點微微的吊真 這個又是什麼 誰啊 挖掉 我們有點忙碌我們在看房子啊 這個高級休閒 看房子 喔這個地方啊 我記得這裡 這也太酷了吧 有這個走廊的感覺對不對 好我們走過來啊 不過感覺啊 這個地圖已經太大了 從一個地方走到一個地方 可能就要花一天的時間了 誰 誰在這裡 哪個教授 走路那麼詭誓的感覺 太好像了吧 因為這個霍格華茲城堡 它是設定城住宅啊 所以說我們沒辦法直接看啊 我們要先敲門 我還有這個橋樑啊 這個橋樑我也記得啊 超酷的喔 還原度超高 好我們可以進去了嗎 怎麼樣你超悶了嗎 我們還沒有走到門啊 所以果然啊 當我們走到門 可能是一天一夜之後嗎 喔我們進來囉 哇 這個地方 他們聚餐的地方嘛 對啊 這個地方是他們聚會聚餐的地方 這很超像的耶 好感覺喔 超喜歡的 雖然說因為它的地面不限平啊 高低落差有點大 所以說這個視角不太好控制 但是我盡量讓我們的視角平穩一點 這邊呢 這邊是課堂的感覺嗎 教室的地方 應該是吧 還是老師辦公室 讓我想到啊 之前我有去那個 大阪的環球影城 它裡面有那個霍格華茲城堡 它裡面有各個房間啊 還可以做那個4D的雲霄杯車 超好玩的 這個房間好特色啊 這是哪個教授房間 喔 介紹的空中花園 這個也好美 好我們再往樓上看 原來樓上是宿舍啊 原來如此 那那個樓梯在哪裡 既然有宿舍的話 我猜應該有那個很複雜的樓梯 好像沒有耶 目前沒有看到 我迷路啦 天啊 果然是真的城堡 喔在這裡啦 這個房間 有很多很多的畫像 然後那個畫像會動 有各個祖先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再來還有這個樓梯對吧 這個房間 然後這個畫像 這個會改變有沒有 這個是那個 史上最容易被遺忘那個 萬聖節物品包裡面的道具 這個畫像 會改變的畫像 然後旁邊這一棟是教室 這個是植物教室嗎 然後這個是課堂教室 哇 這個教室 也超有感覺的 這邊呢 這有什麼教室 感覺很眼熟 可是又說不出來哪個房間 喔這個是護理站嗎 對 應該是什麼 健保室之類的 還有個小鐘庭花園 超美的 這邊呢 這個也是什麼 實驗室嗎 然後晚上看這個霍格華色城堡 超美的 這很漂亮啊 很壯觀的感覺 好呢 我想我們再去別的地方好了 我們去看那個 斜角像嗎 看可以買東西 好呢我們走囉 哇我們到斜角像了 也太好感覺了吧 這裡好美喔 晚上看有不一樣風格 你看一下這個外觀 真的很酷耶 讓我想到魔法世界的地圖 這邊怎麼還有 還有這個椅子 有點可愛啊 好那我們來看 這裡有賣什麼東西 這個是甜點店嗎 甜品店 這邊呢 這個是賣一些 喔賣那個 魔法掃把的地方 所以果然是斜角像啊 喔這個房間耶 我知道啊 這房間不是賣魔匠的地方嗎 對吧 最近沒有出現過的 這房間還原度也太高了吧 這房間超酷的耶 這個房間 超像的 我有種再次來到環球影城的感覺 天啊 好想過去那一玩喔 再來隔壁這個呢 喔這個也是賣掃把的 賣那個魔法掃手的 隔壁這裡呢 這個是賣 喔賣那個寵物的嗎 賣那個魔石的魔法石 所以每個那個零售店 都很有它的功能性的感覺 然後對面還有一些商店街 那隔壁是酒吧嗎 對 我們去酒吧看好了 我怎麼了 剛剛哈利在打架啊 真假的 哈利跟榮恩媽媽打架 這酒吧中間還有小巷子的感覺 那小巷也很酷喔 很有氣氛 隔壁呢 這有什麼 喔樓上是布景 然後一樓呢 喔這個也是賣魔法藥水的 喔這是煮什麼湯料的感覺 酷耶 那這個酒吧主體在隔壁 後面這裡是什麼 這是員工休息室的概念嗎 可以掛衣服 好個小巷子喔 喔這個是後門啊 這個後門設計很棒耶 很有感覺啊 很有感覺啊 這邊是喝東西的地方 喔我也記得這個地方啊 這個地方好像有曲線過嘛 在電影裡面 應該也是第一集 就是海格帶哈利過來的 對啊真的是很有電影的場景感覺啊 然後二樓 二樓是住宿的地方嗎 有種酒店風格 有些洗澡地方啊還好床鋪 還蠻方便的 那這棟呢 喔這是地基銀行啊 我們去地基銀行看好了 哇這裡好這台魔法巴士耶 這也太酷了吧 等一下來逛 旁邊這個是熔冰嗎 目前是冬天 這邊好像是棋盤公園 這公園是溫登堡本身地圖就有的 對啊 其實溫登堡地圖就很漂亮喔 非常多細節 這個地基銀行博物館超美的 我們來看裡面的樣子 哇有好多層樓 樓上是什麼VIP休息室嗎 超酷的 我感覺這部影片裡 可能會長個100次超酷了吧 可能會超過 因為真的很酷啊 這是櫃檯 處理櫃檯 有金庫嗎 定下金庫 他不是要坐船去那個金庫嗎 這樣看這個廊道 非常的無視風行啊 而透過這個玻璃窗戶 看後面的感覺 有種朦朦美啊 我們再來看這個巴士 這開著超快巴士 這裡面真的可以住耶 哇有超多的這個床位 有種小民宿的感覺 小旅館 這邊呢用餐區嗎 喔這樓上是臥鋪啊 原來如此 然後二樓是用餐區 然後再來一樓是什麼 這是座位區 這邊是 喔這個是 喔這個是那個船長 不是船長 不是船長 就是車長 車長室對吧 然後旁邊這裡是放行李的地方 這巴士也超有那感覺的 超逼尖 我這邊好當秋千耶 酷耶 那我們再來看 King's Cross 國王十字站啊 就是那個 九右 四分之三月台的地方 我們到國王十字站了 喔喔喔喔喔 其實簡化版的國王十字站啊 他走錯出那個月台部分 也蠻可愛的啊 也超逼尖的 我以為他會把整個車站蓋出來啊 不過也是 因為國王十字站超級大的 讓我想到啊 我之前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我也有去那個 九右四分之三月台 然後 推那個行李車拍照 有點好笑 然後那個時候還有朋友幫我 把我的圍巾就是拉踩 做那個好像飛的特效 想到蠻好玩的 對啊 這個是月台 然後這裡 有那個火車 所以哪邊是九右四分之三月台 喔這個 這個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是九右四分之三月台 然後這個是我們推車耶 超可愛的 然後還有這個玻璃天幕 跟這個很古典風的這個裝飾 哇 這還看過很難爆喔 真的很美喔 其實還蠻希望再出個這種 很大型的 細節很豐富的地圖 因為後期出的地圖其實細節很多 可是通常它的大小都沒那麼大 然後地段的數量都偏少一點 沒有像溫登堡的地段數量這麼多 然後地段的大小都比較大 所以還蠻希望再出一個有這樣子規模的地圖 那我們先到了阿茲卡班 哇 上面還有天窗耶 什麼 妙力快要凍死了 真假的 逛地圖逛一逛 我的人物快死掉了 怎麼那麼好笑啊 我們可以看內部嗎 我們可以敲門嗎 我們可以敲門嗎 好像不行 沒有門給我們敲阿 所以我們進不去嗎 好想要看裡面阿 好 切換到這個家庭了 可以偷看一下 裡面只有馬桶 還有一個桌子 所以固然阿 果然是監獄 什麼都沒有 我門上還貼哈利波特的海報 怎麼有點好笑 對耶 每個門上都有不同的那個照片耶 這裡面的囚犯照片嗎 應該是 然後這些半透明的 是幽靈嗎 有點像幽靈 哇 是吸血鬼耶 吸血鬼為什麼長這個樣子 怎麼那麼像幽靈啊 也太酷了吧 以煙霧形態傳承到這裡 我記得在那個哈利波特店裡面 有一些就是 半透明的好像幽魂的東西嗎 算是有點忘了他們的名字叫什麼 可能是這種東西吧 好吧 那我想我們今天這個 哈利波特世界地圖 先逛到這裡好了 我之前覺得阿 它的還原度超高的 逛起來非常有趣喔 我遊走 我好像真的進入到了 哈利波特世界的感覺 非常好玩 那也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非常的感謝支持 如果想看到更多的相關影片的話 可以按下訂閱 開啟鈴鐺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謝收看 我們就下下見 拜拜